各位同学大家久等了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战神2全剧情娱乐流程解说 我是310 那么这个随着中考和高考的相继结束啊 又有一大批的生生学子是暂时获得了解脱 那么我也是选择在这个时候推出战神2的视频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这个挖的坑呢 迟早都是要填的 最近发现好像催战神2的视频的这个观众是越来越多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学生朋友们这个相继放假的原因 那反正这个学校那边的事情 我也是暂时告一段落 那空下来呢就更新这个战神2视频了 选择的游戏呢 依然是这个PS3的战神1加2合集 这个收藏版 那上次是战神1 这次就是战神2了 这里有一个说明 玩游戏前要注意看PS3的说明书 那这个战神2呢算是我这个三部曲当中玩的最少的一款了 因为当时这个PS2上面通关以后就有别的事情 也忘了什么什么事情了 反正只通了一遍 后来就封盘了 其实这个游戏还是非常经典的 有这个里程碑的意义啊 在PS2末期有这样的大作实在是非常难得 那这里先把这个全屏打开 撑满这个480P 其他这个不用动 我一般玩游戏习惯先看这个option设置 然后这边的通关特点呢 因为没有通关过所有东西都是锁着 不过这个演知人员表最后这一项是可以看的 那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 这个东西对于玩盗版的朋友还是挺有用的 以后再跟大家说 好这里咱们依然选择一周末的God难度 也就是Hard难度 随着把这个Aris干掉以后呢 Kratos他这个凡人的战士成为了新的战神 但是他发现呢 自己被这个奥林匹斯的众神给孤立起来了 不过这个Kratos他根本就不稀罕那些众神的青睐 他在这个斯巴达的这些士兵当中呢 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他们的征战征战为Kratos带来了一些慰藉 好这边看到副官 Kratos的副官 他说主人 又一座城池即将被攻陷 所有人都会知道我们斯巴达人的荣耀了 够了Kratos 这时候雅典娜来了 你每攻陷一座城池呢 奥林匹斯的众神的仇恨 对你的仇恨都会增加一分 很快我都不能保护你了 我不需要你的保护 别忘了是我让你坐上神座的 斯巴达人 你不要对我的话置之不理 Kratos说我什么都不欠你 他点他说那你让我别无选择 Kratos陷入了对他这个痛苦回忆的仇恨当中 他对神的仇恨那些神呢拒绝让他从噩梦当中解脱 然后他这边呢就来到了罗德港 准备对这个被包围的城市 给他来最后那一下 昔夜现在是跟当年的爱瑞斯一样啊 仗着自己的身形庞大 在那儿这个啊 到处肆虐 你居然敢背叛我 这个时候刚才那只鹰呢 给宙斯放了一个魔法 给那个Kratos放了一个魔法 同时呢 让这个罗德港的这座雕像 复活了 说复活也不太贴切吧 应该说是给赋予了他生命 本来是一座机械 好 这只老鹰呢 其实并不是雅典娜 Kratos他搞错人了 这里这个稍稍去透一下 也无所谓 这个老鹰其实是宙斯 好 这边这个雕像复活走过来了 这个雕像呢 就是太阳神赫里尔斯 当然有人说这个太阳神是阿波罗 那么关于赫里尔斯 和这个阿波罗的这个区别呢 这边刚才Kratos说 雅典娜你会为此付出代价的 他一直以为刚才都是雅典娜干的 那么游戏一上来呢 先让我们熟悉一下操作 不过这个高的难度下面 杂兵的攻击欲望还是挺强的 然后咱们的防御力好像是一半吧 是一半吗 我记不太清楚了 那这个招式呢 就是这个二代深满的 这个叫雅典娜之刃的招式 和这个一代不太一样 主要是这个L1加圆圈和L1加三角 这个是空中L1加三角 主要是这个L1加圆圈和这个地面的L1加三角不太一样 其他基本上都差不多 这个是L1加三角 这个太阳神到底是谁呢 这个关于希腊神话呢 它也是传承下来吧 对吧 总是会有一些这个出入 所以说它记载上面就有一些这个存在一些bug 赫里尔斯和这个阿波罗呢 都是这个太阳神 但是 是驾驶这个太阳马车的呢 是就这样叫了 这边刚才这帮视频说 他把那些人全部杀光了 他现在身上还是有神力的 咱们赶紧跑啊 好 这里取消了这个非常弹腾的R2开门 改成了R1以后圆圈连点 这个也是非常人性化的 我觉得是非常贴心的一个设计 主要是一代那个R2开门实在是太弹腾了 我就不多说啥了 大家看过我的一代视频 肯定都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 那这边一些杂兵呢 对咱们并不能构成什么威胁 这个圆圈投机都可以直接干掉 最烂的杂兵 这里的音乐非常好听 是叫做The Glory of Sparta 也是原生级里的 好像第一首还是第二首吧 那个在三代当中和这个 海格利斯 对海格利斯的那场BOSS战 也是用了这首音乐 非常有气势 好 这边刚才那只大手呢 躲一下就可以了 躲完以后从他砸出的这个动力 继续前进 好 这里趴梯子 那我没有把这个教学给关掉 所以他这边不断的在教我怎么玩 好 这边来到这个地方呢 他就要教我们一下怎么样二段跳 跳下来以后躲开刚才那一下 地边上这些杂兵呢 注意千万不要用头计 因为这个头计并不是无敌的 你用完头计呢 很容易被这个大手给砸到 这个大手呢 他的攻击范围还是比较广的 要看准时机进行翻滚躲避 他扔这个尸体过来 其实我以为他是打不到人的 其实他是打得到的 看我这个之前录的时候被打到过几次 其实还是挺人品的 基本上这个你保持移动就不会被打到 基本上这个高的难度下面三到四轮攻击以后 这个方块三角三角三角这一套连招 三到四轮以后就可以打出他的硬直 好这里提示我们绿魂是回复HP 蓝魂是回复魔法MP 好这里他陷入一个昏厥状态 那咱们就可以对吧 利用一下场上的这个机关 这个投尸车先过去阿姨把这块石头也砸过去 可以获得大量的蓝魂和红魂 所以说刚才大家如果有必要的话 可以用一下这个波赛东之怒 反正蓝魂也是比较多 旁边还有这个蓝绿宝箱 双色宝箱 然后砸完石头呢 咱们可以自己坐上去 然后是四架QTE 这个QTE呢是因为是一开始 所以说是固定的 四架方块大家可以这个直接按 那我这里按的非常快 因为我知道它是固定的四架方块 好这里这个被打飞以后呢 掉到这个水池里头 还这里他又要教我们了 按方块是往下前 然后按插和三角 插或者三角是往上游 好这里呢先把这个这些屏风给打碎 水是有一些红魂的 然后右边这个屏风打碎以后呢 里头又是这个战神传统的这个小游戏了 来他们说这个水真是非常棒啊 好咱们这个玩一下小游戏 顺便练练QTE 大家这个QTE苦手也可以在这多练练 这里的QTE呢是前面是两下按键 随机的 然后是随机的两下这个摇杆半圈 然后是摇杆一圈 然后再是这个狂转摇杆 然后再是左右狂摇摇杆 然后最后是一下按键QTE 这样结束结束以后呢 这边这个非常易说的这个撒尿的小人 是这个尿如泉涌啊 这里这个远远的就可以按阿姨冲刺了 用不着冲到底那样的话会浪费时间 好这里这个跳上梯子 这个小游戏呢玩一遍就可以了 没必要练战 这里呢先搬一下开关 把那边的那个钩子给它摇过来 这个钩子这里其实我们按阿姨可以用绳子挡过去 也不是绳子了 用这个雅迪娜之刃挡过去 旁边的这个存档点咱们就无视了 好这里开门 这里的门就好开很多了 不会出现像一代这种囧的事情 好这里有三个杂兵 控制好距离 要不然这个抓的时候很容易被抓空 其实这个L1加三角的这招啊攻击力并不是非常大 最后一下可能还大一点前两下比较一般的 然后这边呢 能打的东西打一下 虽然说这个红魂一开始 这些红魂都没什么用 好这里这个赫里尔斯这个雕像的脚给踩进来了 奎也非常勇猛的把它给顶开了 非常牛神力啊 好这里这个角落里呢 隐藏着一个红魂宝箱 不过大家漏了也就漏了 一开始的这一段后面红魂会被吸光的 所以说 所以说这个红魂其实也是比较浮云 不过这个看到还是收集一下比较好 然后这边在墙上不断向上跳 然后爬到左边这个位置呢 是可以跳下来的 之前这个谷歌他也是友情帮我填坑啊 也是做了这个战神2 做的非常非常用心 大家肯定都看过了吧 那我这里尽量做一些跟他不一样的东西 也避免大家看着无聊 首先咱们这个难度就不太一样 然后他有一些章节是二周目的 咱们就是一周目 好这里这个又要跟雕像展开第二轮对决 他砸下来这招呢躲到板边也就是最后的那个地方是可以躲掉的 当然你放波赛东之怒像我这样扛过去也是没问题 然后要注意的就是他的手肘的那一下攻击是这个 就这一下 这一下没躲开 这一下这个非常突然很难很难躲的 他就这一招比较有威胁 其他都是浮云 像这种根本就打不到的 好这边把他打出硬直呢也就跑到对面去 这边去抓他一下 那关于这个这里讲一讲这个赫里尔斯吧 赫里尔斯赫里尔斯大家可以看到 他头上是有这样一串这个橄榄枝 这样一个桂冠一样的东西 这里的三角三角叉叉这个是固定的 然后之后的QTE呢是这个圆圈圆圈方块方块也是固定的 好那么不知道这个泰坦难度下会不会这个出现随机的情况 毕竟我没有玩过这个泰坦难度 他头上这个桂枝呢 还是有一段这个来历的 还跟大家说一下 挺有意思的 因为这个大家知道 希腊神话当中有一个叫做爱神 爱洛斯 或者说大家可能这个对于丘比特这个罗马名字比较熟悉吧 就是长翅膀的那个拿着剑 拿着弓箭的那个小爱神 有一次呢 这个阿波罗呢就碰到这个小爱神 然后阿波罗也不知道是不认识还是怎么回事 反正就挺看不起他的 因为他是个小孩子嘛 看到这个爱神 爱洛斯在射箭 那么他就说呢 这个弓箭这个东西呢 是小朋友是玩不来的 你注意安全啊 反正是对于这个小爱神挺鄙视 那这个小爱神当然是非常不爽的 大家同样是神 对吧你凭什么对我指指点点呢 那么小爱神就说了 你相不相信我能够一箭射中你 那阿波罗 这边这个神话应该是阿波罗吧 不是赫里尔斯 反正这个战神二是把这两人给合起了 那这个阿波罗呢是当然是这个无视他了 好这边这个QTE过后是一个L1加R1连点的这样一个QTE 这个还是比较好按的 那之后奎也会把这个雕像的手给砍下来 当然自己也被打飞了 那这个阿波罗呢也是非常不屑 你射啊你 然后这个爱罗斯呢他就向空中放了两箭 大家知道这个爱神的箭呢是有魔力的 他向空中射的这两箭呢 一箭是这个求爱之箭 一箭是巨爱之箭 那么求爱之箭呢就射中阿波罗 那让他对看到的第一个女性呢就会坠入爱河 然后这个巨爱之箭呢就射中了一个非常非常悲剧的路人甲 这个路人甲是谁呢 是一位合神的女儿叫做达夫尼 这个达夫尼帽斯是什么包还是什么女士的包还是鞋子的品牌啊 我好像路上看到过这个店呢 叫做达夫尼这个人 这个人也是长得非常漂亮这个女的 然后呢他就对于这个阿波罗的这个求爱呢置之不离 他就是不管怎么样都不会爱上阿波罗 非常讨厌阿波罗 他因为这个巨爱之箭的这个效果 然后阿波罗呢就非常痛苦就追着这个达夫尼 那违行 那么达夫尼也是非常郁闷 这个逃来逃去都逃不出这个阿波罗 然后最后呢就是来到了穿过森林来到河边 那达夫尼他老爸是河神嘛 那他就求助他老爸说 哎快帮我甩掉这个家伙 那那这个阿波罗这个作为神嘛 那河神这个神级比他低那也不能对这个阿波罗怎么样 哎等会把阿波罗搞掉了 哎一会儿亏爷找他算账了对吧 我们知道这个PSP的奥林匹斯之恋 这个剧情是这个样子的啊 这个阿波罗被绑架以后呢 哎 周四就派出了奎爷来这个拯救阿波罗 好这里这个老鹰呢需要先推到右边去 哎这里是把这个老鹰先给他打掉 打掉以后踩上这块平台上去呢 有这个两个红昏宝箱和一个珍贵宝箱 这个珍贵宝箱里头呢放的就是盖亚之狐 我记得是哎 效果是二周目的时候红昏十倍 哎就是这个盖亚之狐 游戏当中呢一共有六个狐 好像是四个是在游戏流程当中可以获得 还有两个呢是要通过这个挑战模式 达到一定评价才能获得的 效果都是在二周目获得一些比较无赖的技能 无赖的这个能力 好这块咱们用完这个石头呢 再把它推回去压机关继续赶路 那继续说这个和神 那和神也不敢对阿波罗怎么样 他就把自己的女儿给变成了一棵桂树 桂花树 这里这个门打开呢就是之前那个场景 大家可以大可以不来 我只是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里 好这里踩上机关还是一个翻滚过去 然后把这个东西压上这个机关呢就可以继续前进了 然后这个 这里还有这些杂兵 要注意远处的弓箭手非常烦人 优先解决 然后这个和神呢就把自己女儿达夫尼变成了桂花树 结果这个阿波罗就非常痛心了 这个虽然说是非常爱他 但是总不能跟这个桂花树结婚吧 那他最后就折下了几只这个桂枝 带在自己头上 编成这个花环 带在自己头上 表示自己永远是爱着这个达夫尼 这就是他头上这个桂枝的来历 那这个达夫尼完全就是一个悲剧 包括他老爸也是 你说这个对吧 把自己女儿变成桂花树 有这种父亲吗 不过可能希腊神话里头认为这个植物也好 人也好 都是一样的 都是生命 好这边这个 这个雕像还敢这个偷窥咱们奎也 直接把他眼睛给打下 好这里这个路上砸一砸 这个瓶瓶怪怪呢 就可以触发剧情 这里天空传来了宙斯的声音 奎也说 我不需要你的帮助 我能搞定他 这个宙斯说 我给你的不仅是帮助 我赐予你的是力量 这里天窗掉下了一把剑 他说 我赐给你奥林匹斯神剑 这把神剑呢 曾经是打败了泰坦 结束了这个常年的圣战 把你的神力注入到 这个剑当中 这样你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你的潜能 好 奎也说 你为什么现在帮助我呢 宙斯说 我现在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 奥林匹斯的众神啊 这句话倒是没说错 你知道宙斯是一个非常 非常阴险的家伙 他是为了奥林匹斯的众神 并不是为了亏也 当然这个时候亏也还没有发现 这个宙斯阴谋 这里呢 要注意远程的这些弓箭手 先解决掉 直接一个 直接一个投机就可以解决 这里的两个解决掉以后 后面还有两个 大家也可以优先翻滚过去解决掉 这里也失误了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翻滚一停下来 就会被他们攻击到 这个弓箭手还是非常烦人的 好 这边呢 剩下这些杂兵呢 就不足为惧了 随便打打 这个方块方块三角的 普罗米修斯羽毛 还是比较好用的 这个是从一代到三代 都是非常实用的技能 好 这里有一招新招是一代没有的 就是按住方块 就是这样一下 他这个挥完一下 这个刀呢 就会向前冲 这个时候接方块呢 就是尖撞 接三角就是这个浮空 他会向前冲刺一段距离 最近这个加的好友比较多 所以说这个中间乱入的情况 就比较明显了 这个宝箱还是无事 这里又有独木桥了 这里不着急先过去 先到下面去把这些杂兵解决掉 主要是远处那些弓箭手 在上面走的时候 很容易被他们射下来 好 这里的人呢 全部投机解决 然后看准时机 在这个弓箭手射箭的间隙跳上去 然后在这个投机当中是不会被弓箭射到还是无敌的 然后利用这个柱子挡下弓箭 再看准时机绕过去 这里一共是五个弓箭手 全部解决掉以后呢 就可以从上面这个梁 梁上面这个安全通过了 来这里远处有两个家伙在比划 咱们过去观战一下 围观一下 你一下我一下 好 咱们走吧 好 这里梯子上去 上去以后呢 走这边东木桥 走东木桥也是非常郁闷的 经常发生这种情况 好 这里往右边跳呢 还是有两个宏宝箱 OK 这边这个 两个宏宝箱开完 还是可以原路返回的 二段跳跳过来 刚好是够得着 爬上来继续前进 好 那这边 过去这里有个存档点 那么存完档呢 这一期的节目就就到这里了 比较短 没办法 因为下个存档点实在太远了 好 为了保证这个30分钟以内的这个原则 那么这个这场视频呢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一期再见 谢谢大家 咱们下期见 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